中国地震网报道 据中国地震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5月26日18点03分 在日本本周东岸近海发生6.2级地震 震源深度50公里 震中位于北北35.55 东京140.70度 就是这个图里画出来这个位置 评论出现了有意思的人 评论的有这样评论的 说这个随他心愿的吧 愿平安不随他心愿的那些人随便 意思地震正式他们才好了 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叫做大傻量傻事 大漂亮傻事 你确实够傻的 脑残了已经 反人类的这些个思想和语言 你把人类其实你也反不了啥 首先你先让你自己的人生毁掉 再者你让你的这个家人毁掉 同时你再有能力了 可能毁掉你的这个身边人 再有能力了毁你的国人是吧 你毁世界的人你也未必毁得到 你们就点能量 这家伙说说6.2G太少太小了 12G都没事 这位这个地瓜熊老六说 就大概和他说的意思差不多了 就是随他心的能地震没事 不随他心的地震都正式才好了 那个写个反人类的法西斯们 够你们家人喝一壶的